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Jason教練 接下來的一個系列影片 會跟大家分析一下動作上的謬誤 那些動作是你以為做到 或者我已經做到了 但其實是有些方法可以令到再改進 在這系列影片會跟大家詳細介紹 無論你是初階、進階 或者你已經玩得很好去比賽 不多不少在某些技術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 有些人可能向前會較好 有些人轉彎較好 但是你都不多不少 其實都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希望這系列的影片可以幫助你 去改進一些微細的動作 從而可以提升自己的流冰水準 那些系列的影片 我都會由最初階、中階、進階 一路路介紹下去 因為無論你是什麼水平的skater 不多不少有些動作 可能你是不為意 一路一直這樣去做 變成了一個習慣 令到你之後 技術的改進會去到一個瓶頸 以我自己為例 其實有些動作都是 一直以為是這樣做 以為是對 但其實你改一點 就已經可以令到你 水準可以突飛慢進 很多人的重心 會有一邊比較弱一點 就算你已經懂得踩 踩到街也好 也有一邊的重心 會比另一邊的 如果你協調不到 其實就會影響你的速度 因為很多時候你會不自覺 就會靠一邊 另一邊 就變成推的那一刻 會變得更小 變成你一定要強化你弱的那邊 好了 那怎樣去做回動作呢 例如很多人 初學的時候 它的重心 有一邊是 做或者做踏步 有一邊是可以抬得到 可以一隻腳 可以滑得到 很穩定的 另一邊呢 可能有一邊是比較弱的 不可以單腳 保持很久的 OK 那麼這個問題 或者會一直持續下去的 就算你去到你 已經懂得做推收也好 可能都會有一邊 比另一邊 那你記住你弱的那邊 你都要提自己去練 那最有效的方法呢 其實你就可以做多些八字的 就是這樣打八字 OK 或者你按住膝蓋 好了 轉右又再轉左 那其實一個很簡單 又可以強化到 你弱勢那邊那個重心的 那如果你兩邊都改進到 其實你之後你所有的 向前的動作 推收步也好 你都會好 甚至乎轉彎的交叉步 都會更厲害 那注意到 你一定要留意你弱那邊 還有你一定要逼自己去改善 我自己最初玩 就是很不留意這方面 都踩到街 因為直線 我又不需要轉彎 就算轉彎我也是轉一邊的 是不是 那就 那就 但是差一點 直到我自己呢 打Hockey 我就會 我知道一定要 兩邊要去練了 那如果你是初階的玩家 記得 盡快去協調你弱那邊的身體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